為了減輕民眾租屋負擔 內政部國土署於2022年起 開辦300億元擴大租金補貼 截至7月底受禮戶數超過80萬戶 已經核定的有將近59萬戶 但根據審計部最新的去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揭露 租金補貼合播期間 因為審查時未能及時發現申請人資格不符 或系統資料登載錯誤 人核發補貼或加碼補貼的一領件數 共有1.4萬多件 目前有近7成都沒有完成追繳 待追回的金額更高達了1.2億元 此外國土署更接獲民眾檢舉和地方政府通報 部分案件有遭冒名申請租金補貼 偽造租賃契約等疑似詐領案件 目前交由國土署政風市調查中 國土署也回應表示將採取司法途徑 追究相應法律責任 並且追回非正當取得的租金補貼款項 未來將進一步加強監管審核機制 確保資源優先運用於真正有需要的民眾 選擇的一個主導 、選擇或是選擇的